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西藏比如县的骷髅墙景区停车场 今天我准备继续出发前往边坝县 全程265公里 希望下午能到吧 不过据说前面有一段路不是特别好走 所以希望能够顺利抵达 拜拜 走着,拜拜 昨晚上有一只蟑螂 一直在我旁边睡着 就几辆车只有他一直躲在我这车旁边 就可爱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解过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景区 比如县的骷髅墙景区 这个景区最大的看点是天葬台 和一整面装满了骷髅的墙壁 这里是研究人类三藏文化的绝好例证 据说举行天葬仪式的地方有很多 但是在天葬之后留下骷髅的 只有比如县这个地方 我估计有的朋友会问了 为啥你到了这个景区没有进去参观一下 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呀 流量肯定很高哦 在这里说说我的想法 第一 我比较胆小 我怕看了晚上不敢上厕所 第二 我是个人自媒体 并不是官方媒体 我的原则是 不挣适者的钱 如果拍了视频放到网上 播放量应该也不错 有播放量就有收益 这跟我的原则相违背 去年的时候我去了新疆 我不拍楼兰美女 今年我去了尼泊尔 我也不拍烧师庙 所以现在到了比如县 我也没有打算拍骷髅墙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些官方的科普视频 朋友们现在我已经开车开了两个半小时了 九点钟出发的 现在十一点半了 太多有点困 所以嘴巴就要不停的嚼着牦牛肉干 真好吃 一直嚼一直嚼 不然就特别困 这边海拔高 然后 太阳晒得我暖和和的 暖洋洋的 我得在前面找个地方停下来了 休息一会儿 为什么别人能开四五个小时 我怎么就开两个小时我就困了 重点是我还不是开高速 跑了那么久才跑了六十多公里 两个多小时跑六十多公里 够慢的 真的很慢 太慢了 太慢了 大家看现在的时速啊 挂二挡然后35 现在的海拔是4300多米 这个车爬得特别慢啊 我的天啊 高反了高反了 就好慢好慢 只能挂二挡慢慢往上爬 太累了 不停 十多公里 好轻微 好轻微 快就走 快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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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没有铺装的路段 要么就是路面下沉沉降 要么就是滑坡泥石流 把原先的路都给弄坏了 像这边的话就是没有铺装 哎呀妈呀 好了朋友们 我现在在一个半山羊上停下来了 我太累了 这个路实在太烂了 大家看啊 都是这种非铺装的路段 然后颠得我 颠得我七魂八素 五脏内斧都有点疑味了 我是从哪里上来的呢 从那边一直盘盘盘盘 盘了很久 你看全是这种非铺装的路段 我的天哪 不知道前面还有多长呢 哎呦我的天 我已经快盘到山顶了 快盘到山顶了 简直 要命 不过这边呢 视野还蛮开阔的 看旁边还有一辆车在这边停着 也是休息一会儿 我在这边休息个几分钟 再继续往上盘吧 太累了 哎呀妈呀 下车走一走 舒服很多 就喜欢这种在路上的感觉 就一个人开着车 然后开着车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看着周围的场景 很不错很不错 好了回车上吧 继续往前走 我得去到前面 有停车场的地方才行 这一路上我都没发现有停车场的 也没发现有厕所 哎呦 有点捉急 走走走 原来这个地方叫做下拉山 海拔5072米 发不得了 车子得上二档 高反 爬的又慢 路又烂 啊 简直无欲 哎呀哎呀哎呀 路来又来又来 颠了颠了颠 你看这个车 重庆的车 拉山的车 跑到这地方就得停一下 朋友们我终于走出那段烂路了 现在回到了正常的路面 柏油路 山口那段路啊 20多公里太烂了 非枯装路面 特别特别烂 好难受啊 刚才走的 20多公里走了我 应该有一个小时了 就特别的累 而且还是盘山路哦 盘上去 路由来 颠着我 感觉我车子要散架了 不过应该没关系啊 灵魂小星星 没事的啊 跟我一样坚强 朋友们 到中途的一个加油站了 这边是杨秀香 然后我跑了多少公里呢 我看一下 148 260多 差不多跑了120 130公里左右 累死了 这旁边有一个加油站 等一下就去那边加油 我准备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个小时左右 要剪一下视频 把今天的作业完成一半先 哎呦 累 累得慌 休息一会儿 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暂时更新到这里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